我們來這邊就知道啦,是Nanas來看鳳梨的 這裡整個區有很多鳳梨吃 然後還有動物可以看 走,我們過去看看,Let's go! 這裡就是Saldana Nanas Agro Farm啦 阿將斯蘭諾這裡 它的營業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半到六點 每個禮拜五是休息咯 又有鳳梨,然後又有動物可以看 這樣你們要等什麼? 快來來參觀啦,來看看 我們買下一些特色 我們這邊還有那個鳳梨鎖一罐這樣子 還有一隻15塊,還有鳳梨辣椒20 還有這邊最貴的小吃咯就是這個咖哩包 這個鳳梨咖哩餃是9塊 炸鳳梨7塊 然後冰淇淋6塊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一杯 鳳梨水,這個是7塊錢 現在吃飽咯,我們去下一個地方 來Kajang一定要去的,Satay 好啦,下一站來到了Satay的王子 Satay Putra Kajang 這裡的環境優美 那Satay也非常大串 很有復古的感覺 我們進去吃,好不好吃 給你們一個tips啦 他們店的Pix hour 就是從中午12點到2點半 或者是晚上6點到8點 如果你們不想排兩個小時這樣久啊 就要躲開這個時間來 太好了 這小午數沒有 對,我們進口 吃了55塊 太好了 接下來,下一個景點就是去到Jakiu 這裡是Kajang 然後去湖邊玻璃屋咖啡 這裡的冰淇淋很好吃 濕滑又香啊 這是我第一次來,也是我最後一次 因為Jakien真的有點故意了 我的國家瓦來拍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歡迎在喜歡邊敲碗 下一個地方你們想問我推薦到哪裡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掰掰 掰掰